五十七 明報 哪年頭的社運健章與黃醒華益曾樹基 2015年7月12日讀書P06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談啟稀去年夏天 浸會大學經濟系退休教授曾樹基居然出世 曾教授Nvn不單是知名經濟學者 早年亦投身學生運動 也時火紅時代一元令人過目難忘的社運健章 他多年來的好友黃醒華 今夏決定利用他與曾樹基共同創立的華基基金 為曾樹基出版全集 將香港其中一個最特立獨行的公共知識分子的作品重新整理 流傳後世 傳書共四卷六冊 涵豁了曾在公共評論 學術文章乃自藝文與生活的多方面發表 雖然並非新作 也可謂極對份量的出版 就此 不者採訪了黃醒華 機回憶曾樹基的見解 也分享他對當前政局的一點想法 曾樹樹基來自的那個時代 學運分為國粹派與社會派 社會派是立足於批判當時香港社會不平 以解析為止 真正是後者的代表人物之一 幾乎可說是理論到是 當然這種社會派同樣有其民族主義色彩 到了曾樹基1982年創辦會點之際 他對中英關係與香港前途的判斷 正是今天頗多朋友不以為然的民主回歸論 黃醒華比曾年獎 也是學生運動一員 1973年任學聯會獎 歷經中文運動 補釣運動 反貪污足隔魄等多場社會運動 後來又擔任亞洲學生協會秘書長 八十年代初也是會點的創辦成員 但他很快便退出 這也大概是他最後的民間政治參與 其後他轉趨低調 氣正從上 最近即接受了政府的邀請 擔任中策組的顧問 為其一年 文談啟稀圖李澤同 受訪者提供記 談啟稀黃 黃醒華記 你提到有搞補釣運動 即維園那些 警察那些黃 是一直有參與 警察那些 我有參與 反貪污足隔魄期間是被捕者之一 判了首行為 當時對我們十多人而言是很嚴重 包括岑建勳那些 記 你為何離開會點 黃 參加後認為不適合自己 一般人參與政治會令他的智力立刻低到一個很低的水平 因他會維護自身範圍 變得幼稚 我是一般人 決定離開親身參與政治 即不是觀點不同 而是自己性格不適合 黃 沒錯 但來則粉他們 我恨佩服 有這勇氣 參與運動 記 七十年代社會派的理念 似乎與國稅派對樣 是一個關心本地多些的你心目中社會派的理念是什麽 你有否與爭回中國搞活動 亦或那是國稅派活動 黃 我們以反責為基礎 但也站在民族立場 譬如爭樹基屬於民主回歸派 我形容是土生土長知識分子 有獨立思考 立足香港 但心懷中華民族 有國際視野 因此他的言論很跟時代默博 都有 很少 是國稅派多些 我們不同之處再強調較多本地貢獻和運作 當時本地社會不平等問題 我們都分析大量中國問題 香港政治經濟學等 講香港社運 結合中國一起看 既 這種思考香港政治社運就要想到中國的觀點主要的理據何在 黃 你離不開你思中國人 的身份 者或要提到民主回歸 當然現今受到很大攻擊 七十年代時爭樹基爾看出中港結合 是不對稱的融合 中國大 香港小 既 哪者不對稱的融合可以如何應對 黃 中國很大很大 香港很小很小 後者作為殖民地幾乎完全西化 表面上是先進資本主義一部分 中國則是極權正體 集中資源發展國家經濟 為國際局勢 生存 發展 不對稱論組友 提出後 要怎麽做呢? 這當 融合過程中 一定要給予香港最大程度的民主化 你要消滅它 香港 很容易 例如張之赤化 大家都不贊成 因此有基本法 我認為基本法寫得不錯 可以容許好大的民主 保留香港好多核心價值 當然不能避免者摸一條巨龍在眼前 如同爭的著作巨龍口屁民珠 你須好好保援那火明珠 回歸後的中國影響無可避免 港股由百分之十的國企股變為現在六成多 一直影響 人民幣就張字 記 我們這一代有人說這是侵略 你同意嗎? 王 為何是侵略呢? 記 即使不是侵略 會否是總管治方式? 王 這說法是否一種心理上的問題? 的確它大我小 國家對地區 基本法以規定 基本法記 你提到基本法不錯 八十年代已有人份小此法 你當時怎想? 王 我不贊成份小此法 我們要現實一點看 香港在政治經濟文化上 沒可能獨立 我們要回歸中國 問題是如何回歸 因此象徵樹基所言 香港一方面要萬克頓化 作為對世界的金融中心 但此法有一大缺點 就是深圳邊界 金融也要開放 才是真正的萬克頓化 否則香港始終被中國壓夫 斯 它當時一方面提倡萬克頓化 另一方面認為要發展本土經濟 政府有責任創新 發展符合本土利益的體系 但萬克頓化如今變成了中國不健康企業來港集資 倍變其資本的機會 有利有弊 視乎能否取利 端是香港政府功力 這會否反映香港政府管治角色 香港金融體制仍是最好 你看 古像過山車 香港市場仍穩定 體制仍肯理性健全 令外國參與者有信心 既八十年代你民主將民主回歸 相對於維持現狀牌 你怎看他們 當時民主回歸時社運學運較多人贊成的方向 如今我認為八點三一 人大決定 是民主回歸派的分水嶺 從此以後出現了很多不同意見 基本法本身留有較闊的空間 現時不知何故 中國可能誤判認誓 急急將一國兩制中的一國拉至八成 兩制壓成兩成 本來後者可佔五六成 普選完全可以符合基本法 我認為中國誤判認誓 修得太緊 記 不知不覺 民主回歸 三十年前是教理想主義的課題 現時民主抗共是主流 你如何評論此狀態 黃 我認為抗共是為了爭取更大空間 真要香港獨立者非常少數 有些要重啟五步曲 目前而言 我站在客觀角度 中國應從整建制派 你的馬仔根本完全不能反映香港情G 前設天的情G 大家知 我也懶得重複 笑死香港人 另應將題委會和功能組別重整 擴闊基礎 只要題委會和功能組別真正反映八成港人的意願就可以 所以 核心事選舉制度細節 需要系統和程序 但現在的程序事級8.31勒死 你玩完 證明自基本法推出 數十年下來 中共角度統戰香港 徹底失敗 民建聯是第一大黨 任何資源最多 現在他們做到了什麽成績 起碼得不到多人支持 一個民主派也說服不到 如果先將題委會和功能組別重整 以後才推8.31 又如何 記 但8.31時分給港人看 它壞起上來可以如此 王 它壞起上來的確可以如此 民主抗共記 然流行民主抗共 王 哪是什麽講 現在中國行資本主義的優點 比所有人更快 叫國家或壟斷資本主義也好 但它目前的手段厲害過很多其他地方 可以好極端 因價值觀可以很不同 為達到目的 出盡很多手段 記 香港年輕人提出民主抗共的朋友 其流行廣法是回歸 只將轉變了殖民地中主國 將換老闆 這能否反映民族感情稀薄 王 換老闆沒甚不妥 資本主義社會常換老闆 記 但80年代你們支持回歸 因特殊民族感情 但至目前是 王 目前工作不好 中國看不到香港特殊性和價值觀 港人強調自己 自我 自由 既從管治角度說 國民教育反效果至極點 王 無需要推出這個課程 港中文社中文本是自然 香港價值吸收了西方殖民地者魔狗 有些東西入了基因 自由民主法治 尊重他人 表面上香港人有時一盤散沙 其實一樣有價值 年輕一代我不了解 學聯已分離 互聯網出現議題 只要大家同意 就可突然組合 幾百萬人一起表態 完結後就散 各有圈子 或許北京看不見 香港政府亦忽視 過去二十年 政府與市民關係 處理不好 當然曾樹基早營貧富差異的危機 他提出長波理論等 當時是香港唯一一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 他其實早已清楚提出社會主義模式 政府一定要干預 防止壟斷 他認為資本主義一定來臨 他當時是金管局董事 首個倡議聯合匯率 花了很多時間處理此模型 向金管局提交報告 只講必須實行聯會 既 這樣左傾的經濟學者的意見在回歸後 導者十多年越來越不受重視 王 曾樹基不願做官 只願當獨立知識分子 沒有既得利益 說話真誠 相信的想法便寫出來 他是唯一土產社會主義經濟學家 其理論切合社會 初期更親身參與社運 至後來不再投身政治 後來政府想頒獎給他 他也拒絕 只願做好學者的工作 港府沒有創新政策 其他為何離開回點 王 可能會點脫離了民族角度 他就與王暫期等一起離開 其 你們在八九學運六四後 會否就民族回歸論受到衝擊 王 當然有 他當港市顧問 我們仲是如何過度 融合的問題 最惠的情G 是 有些融合稱G 是滅族的呀 如何保留香港價值好的地方 與中國一起好好發展將來 是很重要的課題 至今仍證明是對 中國至今發展很厲害 鄧小平說要發展一百個香港 的確現在每處都抄襲香港 香港優勢仍在發酵 至於如何可以做得更好 這是香港政府責任 但過去幾屆做得很差 港府沒有創新政策 既香港的都變地產項目 王 對 數碼講一點數碼都沒有 政府政策不良 初期董建華十大方向甚好 但議題太多 數碼講中約講那些 做一兩項做得好變行 回顧就發現他不踏實 沒有切實研究 他想推動的項目 而且 殖民地政府留下的積極不干預政策 曾樹基爾指出是錯的 香港需要干預 例如發展什麼工業企業 切實研究 定位後一往無前 台灣是非常成功的例子 政府研究清楚 電子晶片是其核心 然後推出桃園科技園 邀請大量留學生和科技專家 形成一代台灣人非常多電子專家 記 你提到曾樹基指積極不干預政策病根沒治理 會否與建制派和中國極權架構有關 王 建制派不聽爭教授 記 他們是既得利益者 王 者個我不夠清楚 但你看深圳這方面很成功 開放政策 創新基金 吸引很多留學生 對於各地精英 深圳給予很多自由 香港理應比深圳更自由 但香港移民政策為何 除了家庭團最愛 最近才向專才埋手 會否太前呢? 講大膽聲 二十年前若與深圳合併 已經一流 當時深圳很喜歡與香港合作 但當時香港當然高傲 融合得不算好 如果過些時日 深圳比香港更好 香港便沒有位置 記 八九六四 你們有否遊行? 曾否即打算上去刊? 王 有遊行 但沒有回內地 曾說出幾讀很多馬克思的書 卻狠受存在主義思想影響 他狠喜歡理睬 有時飲酒就常談論理睬和沙特 所以他又狠個人 但又狠善良 他自己不參與政治組織運動 我認為狠合適 因為是他是狠獨立的思想家 早前有 立場新聞 訪問會點息日成員 無論敵人朋友 全都尊重他 因為他說的都是真話 總是點出問題核心 記 你們會否認為如果八九民運沒屠殺 中港歷史也會不同 當然不同 融合會暢信很多 因為六四 年輕一代有戒心 記 是否使我們可保和抗拒 有可能 但香港鐵過去中國是必然 應該融合 差異在於方式 這是協同力 到現在中國變得很快 似乎跟其對香港的管治有所收緊 之後會是收緊還是放鬆呢? 如果再緊一點 就是他們未預備好香港基因 要剋殺香港民主空間 就不好 對自己沒信心 中國應該放寬 方向是擴大提委會民意基礎 因此你要搞定那班既得利益者 你班建制派都根本不行 既 例如目前沒有醜聞的陳志思 如果他做了得手 又會是如前朝那樣 黃 不要緊 如果按照一個好的辦法普選 他已佔得應有的位置 例如提委會一千二百人 如果當中一千位都能再較寬闊的支持下選出來的話 中港政府應多吸納中間專業人士 為何不可以吸納民主黨公民黨呢? 現在 立法會內的 投票 民主派 永遠都輸 只是不用暴力而議 社會正經濟道 正如曾樹基所言 到頭來是分配問題 我們要找到 公平的最大公約數 既 離開香港 你和爭對未來中國的突破想像是什麽 黃 曾樹基怎看我不知道 我會相信是來自內部經濟帶動的變化 並有參與國際政治的策略考慮 即有一日高速成長無形會崩潰的意思 黃 我差事內動變革 革命 我看不見這種可能 年代不同 六十年代那種革命不會再出現了 快慢可以調節 但文明社會 應從改革入手 革命成本非常高 既 例則粉爭則而你和爭樹基的政治實淺以不約從前進步 為何還要重新整理那些歷史文獻 黃 我們沒有變過啊 你說有否實淺 我會說實淺的方法不同 不同的朋友會有不同的角色 我知道以前好多朋友營救積極 參與社會 我亦十分尊重他們 例如何之君黎則粉等等 既作為左傾的經濟學家 這個左的為治 與曾樹基在政治上的忠誠反對派角色有衝突嗎? 黃 他是獨立的 或者不能稱他為忠誠反對派 正如他在過生不久前的論壇所言 他與中國共產黨從來不是同路人 有一段說話相當能反映他的想法 你可以看看 我把它抄落在全集的情言中 Anyway, instead of being a self-righteous moral revolutionary absolutist with big mouth and high ideals I would prefer to be an existentialist with leftist social political inclination and to have the honesty of admitting some of the lies if not immediately then afterwards 曾樹基文集將自7月15日起於書展發售 但其後不會公開發行及於書店出售 如肉訂購可聯絡華基基金有限公司 搭王省華商人 剛接受政府委任為中央政策組顧問 1973年任學聯會長 歷經中文運動、補釣運動、反貪污髒割拍等多場社會運動 是回點創會成員 後來氣正從商 與曾樹基為好友 共同創立華基基金 該基金將重新出版曾樹基多年著作 於書展推出問談啟戲十幾年前學生部編輯 也有學生組織與學運的身份認同 不過是在馬遼水大學 與港大校友的歷史空懷 或者大義奇趣 據無定所 近年多在新界流年 關注土地爭議與反核議題 都許是人住過的禮頓山會所王以x 完全是大鄉里出城 也是一次很好的學習